各位投資貿易好 歡迎收看選股SOEASY 我是路易斯 大盤指數今天大漲了196點 漲幅來到1.57% 乘上是2123億收在12709的位置 各位這是台股少見的實體紅K棒 近期非常少見實體紅K 在大盤近期創下歷史的高點13031點之後 行情就在這地方進行一個橫盤的震盪整理 近期洗一洗陣營 今天收一根實體紅K 乘上是2000億收一個實體紅K 當然是非常好 對於多方來講 算是一個比較有利的狀況 乘上這方有溫和維持在2000億之上 還算OK 還算OK 量能部分也沒有任何的失控 各位 佳安指數目前告訴我們 台股就是處於什麼 就是處於一個多方趨勢 因為指數就在右上角 就在越積線之上 這當然就是一個扎扎實實的多方趨勢 近期在昨天這地方轉弱都在跌破這個時日線 今天就馬上轉強拉了上來 代表說這地方行情確實震盪會稍微劇烈一些 不過趨勢方向沒有改變 小路在一直以來的影音一直跟各位報告 我們怎麼辨別目前的行情 到底是多頭還是空頭 超級簡單 你就看目前指數 是不是在越線跟基線之上 如果是的話就是多方格局 不用去插也不用去想 就是多方格局 籌碼部分只是拿來幫助我們去 確認這個力度的強弱勢而已 並沒有辦法決定 目前是多頭還是空頭市場 所以目前我們從這個地方來看 盤就是沒有什麼問題 盤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的 那盤面架構部分今天上漲加速730加 漲停加速也有19加 整體來說架構的表現也非常非常亮眼 今天盤當然是一個多方格局控盤 那OTC的部分來講的話 近期也是持續往上挑戰到 這個月線附近的一個反壓 那目前來看的話 今天是收根實體紅可以放 不過量能還是不足 只有543億也算是一個量收反彈的格局 目前已經來到這個月線的關鍵反壓位置 這個盤近期如果真的要轉強 中小型的股票要往上攻擊的話 OTC指數一定要站回月線之上 所以這地方近期很關鍵 如果有跟帶量的長紅棒 灌上去穿過這個月線的壓力 行情就能轉為多方控盤 這地方投資本在操作上面 就能夠感受到中小型的股票 開始又轉為彪悍的漲勢 開始轉為彪悍的漲勢 所以目前看的話 這格局還是在月線之下的基線之上 算是一個震盪整理 中長期震盪偏多的格局 所以格局還OK 只要盤式沒有大跌 各位 盤式沒有大跌 個股就會具備表現的契機 就有個資表現的機會 量能不足是近期比較大的一個瑕疵點 關注一下近期能不能帶量過月線 那盤面的架構部分來講的話 今天架構其實表現也非常好 上升加速547加 漲停有17加 整個貴滿指數 整個貴滿指數漲了1.06% 也算是表現還蠻亮眼的 OK 所以盤基本上我認為 這地方其實都還OK 都是一個正當偏多的格局 唯獨OTC稍微弱了一點 看一下近期能不能帶量過月線 帶量過月線行情 就能視為很顯著一個轉強 反而籌碼做了什麼動作 昨天外資是不是大賣現貨304億 期貨無分大度減倉 小路跟各位報告這地方 反而開始在做一些縮手動作對不對 不過我們昨天提醒什麼 縮手不代表趨勢改變 因為目前指數還在月益線之上 所以昨天只是提醒大家 操作上面還是要稍微保守謹慎一點 還是稍微保守謹慎一點 今天外資就回來買現貨了 買了54.7億 重點是期貨多端又加回3萬口 我約加回3萬口了 所以這地方其實法人這個地方 小路這個法人的一個籌碼狀況 也暗示了一件事情 法人對於後續指數行情 其實也是多空屌態 相對來說比較不明一些的 所以這地方也暗示著行情震盪整理 震盪加劇的狀況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震盪加劇之時 小路提醒大家 盤式高檔之際 操作上面你要維持什麼 你要維持一定的節奏 短線急拉 你可以思考一下站在調節型的賣方 短線急跌或者是短線量縮 所以說拉回你可以思考一下有沒有佈局的機會 來回操作 行情就能夠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提供投資朋友們一個獲利的契機 融資的部分 經期持續增加來到1469億 這融資經期增加的幅度實在是太快了 各位 這個融資每天都增加大概有十幾二十億 這融資增加這麼快 對多頭不是好事 對多頭不是好事 所以今天我還是要提醒大家稍微再謹慎保守一點 謹慎保守一點 目前還是多頭沒有錯 不過融資增加速度實在太快 行情隨時會有拉回的一個狀況出現 來看一下在類股之音流向的部分 類股之音流向當然今天來講的話 多數類股還是上漲了 畢竟大盤間大漲快要200點 這個地方來講類股表現最強勁的就是什麼 橡膠 橡膠這地方各位 你去看類股K線它是多頭嗎 它不是對不對 它目前還走在月線之下 今天強勢像汽車也是啊 還有像電機這地方相對強 電機在月線之上 汽車還在月線之下 電機電纜都開始轉強有沒有 有些開始轉強囉 化工也慢慢開始轉強 站回月線之上 當然還有一些還是比較弱勢 鋼鐵貿易百貨 油電燃氣水泥電子通路 網通部分都相對弱 所以這地方你要去期待什麼 你要去期待這一些類股 能不能挺身而出往上轉強 這結構就能夠有大部分的改善 這個行情OTC中央型的股票 或者是上市指數的股票 就能夠有比較明顯的結構性的轉強 結構性的轉強 對於後續指數穩定度 跟指數往上推升的一個幫助 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認為現階段來講的話 當然很多類股還是呈現一個 相對偏空的格局 操作上面 你如果想操作像是比較弱勢的類股的話 還是要記得折股做多 選擇有法人在琢磨 選擇有特定的人在琢磨 下方風險好設定 營收亮眼的個股 去做琢磨去做操作 就風險相對來說是比較可以控制的 那貴買指數部分來講 半導體相對強 弱勢部分還是圍繞在這個 紡織跟航運的部分 整體來說OTC指數 你進行的關鍵還是先看這個生計 生計能夠快速的止跌的話 對於OTC指數也能夠提供一定的幫助 那你看今天的一個特別報價的部分 今天的強勢股盤面的個股來講的話 又是什麼族群 各位 有一些生計族群又開始往上走 像是4192的信國 亞諾法 才剛生計有沒有 這類型的一個新藥股又繼續往上飆 還有什麼呢 還有像是在 細微掌停板 宣德 各位宣德這地方有一定的題材 宣德的母公司是什麼知道嗎 中國的力訓 中國的力訓 力訓最近不是才吃一下偽創的那個 iPhone組裝廠嗎 宣德這地方有一定的題材 宣德也有題材 昨天大長今天掌停板 昨天大長今天掌停板 法人著諾得非常積極 還有這個8046的南地這個PCB 一樣往上推 散熱部分的躍躍也是非常非常強勁 其他來講的話 就比較偏向在各自各股表現的格局為主 OK比較沒有一致性的一個買盤 往上推特定的某個族群 OK好 來看一下在弱勢股的部分 弱勢股部分來講的話 短線漲很多的5474的沖泰 現在今天有賣壓涌現 醫藥的部分 有些個股跌很深 各位有些個股兩個世界 舉個例子來講 剛剛是不是說中天還有像是信國 台康升是不是大漲 高端疫苗 國光升掉下來 還有像是在 哇生技會昇華科也跌下來了 中化升也下來了 所以短線漲多的個股 或者這種生技個股 小說建議大家看不懂就真的不要碰 寧願安全也不要去操作像這樣的個股 今天來講的話 有些個股也拉回比較深 像是什麼呢 像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1526的日時 日時今天是不是震盪很激烈 我們等一下帶各位同學來詳細來看 日時的一個日內走勢圖 還有像是 紅旗近期LED也是往上推對不對 達能這個地方 太陽能也是往上推 是不是都掉下來了 開始有些回檔的狀況出現對不對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的就是操作上面 你還是要掌握上一定的節奏 量縮拉回 或者是量縮來到一定的支撐位置 你不妨去思考站在買方 不過短線極拉之際 你一定要記得站在調節型的賣方 有賣有賣才是真正的獲利 我們帶各位同學來看一下 好來看一下我們近期的布決個股 像我們布決1526日時大家都知道 大家應該都知道對不對 我們在上週四布決的 上週四我們在34塊3 34塊3左右進行一個布決動作 上週五漲停縮市 昨天漲停縮市 今天再創波段新高 不過這地方震盪非常劇烈 開高一路往上衝之後 最後震盪往下起 最終跌了三個百分點 各位我們今天已經把日時全數負利出清了 我們出清在哪個地方 9點多10點多這個平台 我們在這個平台賣掉的 各位我們是賣在高點的 我們不是跌下去才賣的 我們不是跌很深才去賣的 我們賣這個相對高點附近的位置 洗一洗震一震 小路發現這個地方盤中的籌碼 發生一點狀況 盤中的大戶籌碼 成交狀況是偏空的 所以我趕緊帶領我們學員們 把25個左右%的獲利 穩穩的收在口袋當中 各位為什麼我們這個地方 能夠做出場動作 原因很簡單 小路發現狀況了 小路發現狀況了 所以才會帶領我們學員 趕緊做一個出場動作 那這樣各位各位 我各位你去看這個形態 今天這個head case 是不是很醜 創新高收低一根爆量 各位今天成交2萬多張 爆量的黑K棒 這一根K棒基本上很難過去 很難過去 所以這地方我們當然 就先收回資金再說 收回資金再說 當然我們有方法 就會有下一檔 有方法就會有下一檔 我們今天又看上一檔個股 我們馬上把資金parking進去 其他我們的金權股 有一檔今天創下還原全值的一個 收盤價新高創新高了 三四個百分點 漲了三四個百分點 一樣價差再拉開 一天天我再跟我們的大學員們 再做一個分享 那近期我們還要超出一檔個股 這檔個股今天我們 今天就小幅度小賺先做調節 就沒有跟大家做一個提醒 這檔個股我們近期這地方做佈局 我們在這地方做佈局的 佈局之後呢洗一洗洗洗太久 震營賺雖然今天有創新高 收上了24塊錢 不過這地方小認為實在震當太久了 實在震當太久了 實在震當太久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先把這檔個股小賺獲利 放在口袋當中 我們有方法 我們就可以parking在下一檔個股 不用跟一檔個股談太久的戀愛 OK 所以我們今天的動作很簡單 獲利出現兩檔股票 第一檔個股是1526的日池 第二檔個股是6282的康書 跟所有投資朋友們做一個參考 當然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一些學員的對賬單 各位小路是有買有賣 才是真獲利的人 我認為有買有賣 真的還是真獲利 所以我們怎麼說就怎麼做 我們怎麼說就怎麼做 上面是我的學員的一些對賬單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的日池戰鬥 有人賺5萬 有人賺3萬 但其實這樣的獲利 各位賬獲利是你可以掌握到的 真的是你可以掌握到的 所以小路邀請大家 小路邀請大家 如果你不知道該怎麼選股 不知道該怎麼操作的話 你想跟著我們佈局下一波的精選股的話 我邀請大家 聯絡我們Telegram群組當中的路易斯小編 加入小路 加入小路的精選群組 我們一起來努力 好 那來回答一下我們的投資好朋友 一些持股上的問題 好 低檔個股有學員問到的是4919的 新唐是不是 新唐喔 哇 新唐這個反成法不是很集中 主力成法也不是很集中 這檔個股你可能要操作上 你就是比較偏向 技術面操作 技術面操作的話我認為目前剛起漲 剛起漲就用量能源是有逼出來 我認為這地方正一陣洗一洗 我覺得往上推 畢竟目前趨勢是一個多方趨勢 我就會建議優先防守這個前波平台 這個防守的區間 這地方能夠成功手穩的話 洗一洗正一陣還有機會往上推 還有機會往上推 所以我認為4919的新唐 你不用太過悲觀 不過這地方就不是有主力 跟法蘭在琢磨的個股 可能推的速度會稍微慢一些 除非法蘭進來點火 他才有機會展開一段 比較明顯的一個飆漲 目前來看的話可能就是 沿著技術線型做一個操作 就OK了 3178公準 公準這檔個股小路也是比較少在看 這檔個股其實基本上 外資這裡前面有佈局 不過今天有做一些調節調 線型也相對偏弱一些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我建議先放到這邊 這邊基本上只要能夠成功守住的話 技術線是上彎的對不對 月線目前扣底只扣在這個地方 扣底扣在這邊 下禮拜吧 下禮拜後下下禮拜 這個地方均線轉為 月線轉為多頭排列 多方發上往上彎之後 才有機會對於這個公準 有一定的助長力道 否則目前來看 可能就是平常智量整理為主 你先關注這個平台 平台沒有跌破的話 不需要太過悲觀 233界有旺宏 旺宏今天連續收黑 可以掉下來對不對 其實旺宏這樣很多 各位你去看這個籌碼 這外資連續好幾天都在賣 而且賣的量都不少 賣的量都不少 所以短線這樣衝高拉上來 各位這一天大漲 外資有買嗎 外資有買 我外資有買 不過買的量不大 買的量並不大 很快全部倒光光 很快全部倒光光 所以這一根反彈 這一根利多消息的反彈 其實基本上對於整個行情的助長 沒有太明顯的一個拉抬的效果 沒有太明顯的拉抬的效果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這樣購物 其實各位你知道 低潤這個族群 其實非常非常吃這個產品的報價 如果低潤價格沒有上漲的話 你說低潤族群要漲嗎 看一下南亞科 沒動對不對 而且快破底了 滑邦店 沒動 對不對 沒動對不對 所以低潤這個族群 我會建議你旺宏 滑邦店 甚至深南亞科的部分 其實也都沒有很明顯的一個 買盤進駐的狀況之下 真的會比較偏向震盪整理 甚至有可能會有破底的危險 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是旺宏站各個 我優先放手這平台區間 平台沒有成功跌破的話 我認為也不需要過度悲觀 也不需要過度悲觀 不過你說要轉向大長特長 我認為機率是非常 相對比較 相對說比較小的 OK 先放手這個平台吧 2421的見準 那見準來看的話 各位 近期突破區間往上衝對不對 今天往下洗 最終給拉上來 收了一個下影線 這樣個股OK 這樣個股當然OK 不過這個地方 你從籌碼部分 你可以觀察到 萬一是在這一天 7月31號買了3797張 今天就到2700張回來 到了3分之2以上的量回來的話 我認為這地方可能會短線 會陷入一些震盪整理 會陷入一些比較震盪整理的格局 再多看一下 波段防守就守這個頸線位置的 一個防守區間 那如果是短線操作的話 當然就防守這邊 短線這邊來講的話 如果真的跌破了 可能短線上會回撤到下方的 一個波段防守區間 不過目前來看的話 其實見準這場個股 做的是散熱風扇對不對 我記得在上一週的一個影音當中 我們是不是特別跟各位分享 因為我們有精準學員問到 見準這個散熱風扇的部分對不對 我認為見準是OK的 你可以去往上看 週一 往上漲對不對 週一大暴漲 週二今天亮縮拉回 我認為狀況還OK 我還OK 雖然外資有點籌碼鬆動 不過技術線圖來看的話 今天是有收一個下影線往上拉的 防守還有這個短線的防守區間 如果你是做短線的人 跌破這邊就可以走 那如果是你想要做的比較強波段 我建議防守下方的防守區間 沒有跌破狀況之下 你們當然可以繼續往上看 3334的聯友 聯友是好公司好股票 公司有一定的成長動能 這樣對我可是非常OK的 中長線來報紙絕對是沒問題的 那投信買了一缸子 外資近期小度調節 是籌碼還算蠻穩定的 戰鬥我幫您是空手還是想介入 如果想介入的話 近期亮縮收十字K 這你可以考慮一下 這你可以考慮一下了 防守好這個當成交區間 沒有跌破狀況之下 拉回亮縮都是買點 亮縮拉回都是買點 3334的聯友 我認為還不錯 你可以多加留意 我們競選權有問到一檔個股 3552的同志 同志近期來講 有利多往上推對不對 利多往上推 這利多是散戶在追還是法人在追 各位 法人充滿是有敲進來的 投信外資主力 在昨天進行一個大買的動作 今天都有持續性的加倉 今天在路工上漲停板 那這檔個股來看的話 沒什麼問題 防守這邊 防守這邊 這邊沒有破 這邊沒有破 然後同志的部分 近期如果亮縮拉回 你可以四季進場佈局 你可以四季進場佈局 這檔個股比較偏用轉機一點 比較偏用轉機的個股 因為之前他其實是虧損的 那這地方現在有法人充滿 現在就著墨 我認為亮縮拉回 你只要能夠接受下方 這個地方的一個風險 四季進場佈局 是沒有太大的問題的 四季進場佈局 是沒有太大的問題的 所以我認為3552的同志 OK啊 沒什麼問題 但是從長線來看 他的機期很相對低吧 我記得沒錯 我對他相對低的機期 他在地板 各位他躺在地板 大盤都創歷史新高 他還躺在地板 所以這就是什麼 機期很低的股票 那機期很低的股票 如果法人資金開始在琢磨 代表什麼 代表資金可能會開始琢磨在 這些比較相對低檔的股票 你當然可以留意一下 3552的一個表現 好 那我們今天的一個影音 就跟各位投手服務到這地方 那小鹿還提醒大家 認同小鹿的觀點 想跟上我們一起布局 下一檔新的精選股的朋友們 跟上小鹿腳步 我們一起來努力 今天影音就跟各位投手服務到這地方 我們明天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